LALA 我好像也超會 怎麼來的呢 好笑也超會 現在上來的朋友讓我一直上手 早點 早點 阿 老大 也跟著姐 請我們 我做你某一首歌 You love me, love me 我有种孙丹的声音 我也有一个 就像那么迷惑的 就像孙丹的声音 新生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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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摆不及吧 哇 什么啊 这个OK 你给了我吗 这个OK 好 What's your problem 不行吗 我不死呀 勇气就是 不管这个国王身边有多少病病 或者再困难 就是要把事实说出来 一定要保守自己最纯真 让他可以 我觉得这个OK的 但是更唱的 你说唱得不好 给你找个菜 曼乐 哎 其实我觉得 这么一个会 曼乐那一块 那边也特别像王思聪 我这样跟大辣交流一起 你们不觉得曼乐太像王思聪 曼乐 好好好 不像吗 很像 你不要哭 小乐 有点加湿 他不像王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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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像王思聪 杨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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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真高是我们河间的 老师爱他米丽高 你个好消息啊 你说什么 杨真高是武汉人 杨真高是武汉人 河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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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说 睡口武汉 天哪 对啊 他牙都开始中 我完全都来了 来了 来了 他哥哥 来了 小马来了 对啊 像 以前就是 我們自己要走 對啊 就是 欸 她腿還是你頭 就是 那個褲子 那個褲子都很高 不錯 褲子都很大 咪咪咪咪 哎呀 噢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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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很多人说我们特别温暖 我特想告诉他们不是 我们特别邪恶 关键这歌也没多邪恶 那是你没听闻的 打扰了 大老师快讲两句吧 对 怎么表现的邪恶呢 这首歌 其实也不是邪恶 人性里有好多东西 每个人心里都有善和恶 所以 有的时候它就会有太阳 有的时候就会有月亮 我更想咬大家夜晚里 大老师这个表情好 后面有的破碎 他说的好出现 他好像说 因为他自己都不让自己 然后再教授 他说了他没盖你 他在你心里 不敢闹着你 不及其他 好意识 说人话好吗 好意识 可能就是 你说人话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他可能觉得就是 很恐怖时间了 我设你要办法 因为你觉得冷还是酷 所以你希望自个人 那些冷的地方 让人感觉到你的酷 我没有觉得冷是酷 我没有觉得热是不酷 而是因为我觉得 要直面你自己 那些黑暗的东西 你把你墨镜给我摘下来先 你看大张蕾就试图用解读他的话 有人说过你装吗 好多人 为什么要 你做阳光约为什么要这么装呢 为什么 我特别自然啊 你就是说你装得很自然 还是说装就是你的真实 我也洗脑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行 那就是大拇指 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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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咗嘶 我有换天饭 我还很喜欢的 因为饭死 这个歌起码很真诚吧 对 而且他的词写的非常生活 有换人员 但是高潮部分的歌词很像爱碰才会赢的那种 OK 就我们这种劳动人力了 我会给他最高分 哇 你还变齐了 我已经变齐了 上厕所代表 变齐了 快去了 变得不好 怎么吸那么厉害 哈哈哈 看起来 看起来 你会倒态的 看起来 为什么要起来啊 为什么要起来 为什么要起来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这都没关系 我都心情了 有事吗 你 Stay down 站在窗里 连帮 亲手却骄傲 在这远方 没人担保 只有我幻想和烦恼 我到的 渺小了 在我追不过一种的世界 美梦结许的诗篇 如幻而散的光点 我到夏后 不敢混同 不能再见到朋友 有人躲我 有人疯我 有人飞就放聚落 我的梦 她们就是新当狗的吗 这是谁啊 你们 不知道 不知道 一会儿你还要打球 怎么加过 我曾经的女孩 时间就要很美 我会和她结婚 所以说了 OK 那我去下场乱年 忘了把那油泪了 本着我 我的失败 我到夏后 不敢混同 不能再见到朋友 有人躲我 有人说了 日本共同 我觉得 ну 那么难道 把那开架 没见到 我 最喜欢 才能拥有 horong 你 所以呢 你知道他在告诉我吗 哇 这也太短了 好 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大家对这期节目整体的印象怎么样呢 是你比想要好看还是比想要好看 就比想要好看 就比以前几期里面能看一些 就是感觉 boring 对 并且他说今天有什么主题 我觉得每一首歌主题都不是很难吧 它是有个主题就是理想 理想事件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是节目组跟理想的理解 我误解还是说 我还很直在cue他的爸妈妈爷爷奶奶什么什么什么 就都是一些很感情牌的东西 不是跟理想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一期我很受不了 我就是想把唱歌的时候把那种MV的东西拍成广告 就放进去 特别出戏 本来我可能在看一首歌我特别投入 你会带入你的一些情绪 出现广告的那种东西的时候 就会跳出那个情绪 是啊是啊是啊 但这次我觉得大壤尾也挺有意思的 我就等着看大壤尾对小乐 那个曼乐 对 接下来有人来解释一下曼乐是什么意思吗 曼车斯特的小乐 好厉害 好厉害 我就看大壤尾问他 你不觉得你自己装 我简直想给大壤尾的鼓掌 大老师依然是恶独戒的一枝独秀 我跟妳讲 真的是一座高神过不去了 确实是 让那个曼乐哑口无言 那也没有哑口无言 对 曼乐在跟他的交通当中 很加坚定要做自己的 对 还是觉得自己看牛 你们觉得他们有像绿洲 有啊 太像了好吗 绿洲的主唱就是这样的 我最喜欢 我就要骂 Everyone 我觉得他是有点在母后人设的感觉 其实别人有问过他 直接当面问他说 有什么在超级别人 他就说说 他不否认这些 又对他有影响 但是之前 律洲主唱的LM有时候过 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的话 你就看一下镜子 然后你就知道自己该干嘛 然后小乐也说过同样的话 一模一样 我老跟别人说 你知道有时候难过的时候 你需要干嘛吗 照着镜子 然后心情就很好 然后我们念一下LM原话 用英文 那用英文可以啊 I suppose I do get sad but not for too long I just look in the mirror and go What a fucking good looking fuck you are 就是他就是用那个谷歌翻译 翻译了一下 他有传递的这种态度 对 但他没有什么 是一种信念的接力 因为我是Oasis 我是韩依西林 我们都是最好的乐队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我觉得这些杨广乐队 所以来为一个 所谓Hot 5的排名来竞争 觉得这个 就很荒谬的感觉 我本来就很担心这个节目 让这些乐队丢掉了他的态度 然后再看这一期 跟大家一起看 我并没有觉得 这个节目让我改观的 他把这些乐队 变成了流行乐队 而不是一个很有态度 很有不同音乐想法的乐队 我们现在都觉得小乐很装 但起码他是 他有一个态度 他的态度就是装逼 如果你看整个节目的话 应该是可以感受到 他们每个乐队 他们自己想做的音乐 想表达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节目 我还挺喜欢的 比如说像湖南卫生那些 我觉得他们只是去拍一些 让我们配饭的节目 但这个节目真的是在介绍这些乐队 或者说是有内容的 可能跟齐巴说有一点内核的相似 就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观点不一定认可 其实我觉得把比赛这个制度引进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比于对视的综合节目 是一个娱乐的过程 如果你不把这个比赛引进来的话 那可能大家都不会用很认真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节目 但可能会就随便唱上自己的主题值 不由你们第一期的难看 其实第一期就是一些老炮 随便来唱上自己最有代表的那些作品 那其实就很没有意思 其实他们没有一种基本的紧张感和认真感 做已经往后面其实是好看的 而且比赛的机制 或者说各种的节目 为什么要这么有压力 就是为什么要留在这个节目 为什么要让大家习惯自己 他们就是想尽可能再留在这个节目上 然后多表演多曝光 同类自己说了 就是说上这个节目可以吸粉 所以就是流量 对他们来说真的很缺乏 结果他们表演的目的 不见得是真的要争那个HOT5 就是想再尽可能留在这个节目上 给大家一起 诶这是哪个人说 说要把月婷换掉 旅行团 旅行团 我就旅行团说特别好 丁泰生 他都多少年前就在综艺圈里混评 然后一直被骂 为什么现在还能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我都不理解 媒体界找不到人 活的尖 我一听他讲话我就脑壳疼 就是他讲话就是 如果论装逼的话 丁泰生 他和小哥谁递 丁泰生第一 那我觉得他丁泰生第一 那我现在大家来说一下 自己觉得好的表演吧 我肯定是旅行团 他们最后那个多寨 那个八一八一 是真的吗 那是真的 又说 对就上一集他们是最后一名 这一集他们就是有一种 誓死如归的感觉 就唱的特别的卖力 嗯 视觉挺加分 对啊 视觉多加分 并且那首歌一投出来 就大家都会唱 是吗 但你觉得那首歌也太土了吗 你怎么 你对土有什么定义 能够讲什么叫土 什么叫不土 旋律太简单了 You see 那换了送的旋律也简单啊 你看能不能哼出来 生日歌的旋律也简单啊 大家都会唱啊 他要的就是大家都 有一种参与感 你看底线人都放了 我觉得你现在说的他们 其实更多的是你喜欢他们的奉务 对啊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听过那首歌 可是到后面我就会唱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乐器 把这个整个感觉做得很炸 然后带了很多整场的氛围 但是其实我按音乐前面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旋律太简单了 这是个秀吗 他要声光电影和唱 都要终索一下 我觉得最后一个旋律 他们实质没归是很不安的 我喜欢新副族 我喜欢他们的现场 怎么说呢 因为朋友是导演 然后他们好像又喜欢美术出身的 所以他们整个表演 因为除了音乐是他们负责以外 可能连舞台那方面或者说 或者他们的MV 都是或者背景的那些特效 那些动画 可能都是由他们自己也有参与 所以不仅是音乐 而是整个表演的方面 都是他们整个乐队的输出吧 所以是他们前卫或者新潮的地方所在 所以辛苦自己就行了 我特别喜欢他们写的歌词 不管是没有理想人不相信 还是最后的乐队 还是过时 我觉得他们虽然歌词都是那种 特别简单 特别直白 可是他就是有那种生活 特别真实的一面 觉得其实他们好像有一种 在外生活思考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有勇敢 就是用旋律来轰托几句很简单 很直白的歌词 谢谢大家